大家好,又是我大師 今天我會教大家做一款冷的糕點 是我小時候每次經過涼茶店都很想吃的椰汁碼豆糕 我們現在再看看做碼豆糕需要什麼材料 碼豆85克 水625毫升 糖180克 粟粉130克 椰漿250毫升 花奶250毫升 還需要一個可以拆底的六寸方形蒸糕盤 材料就是這麼多 首先拿個中型的鍋 倒入三分之二的水 用大火煮滾 放入沒有預先浸過的馬豆 好 煮它20分鐘 然後關火 蓋蓋 焗20分鐘 煮出來的馬豆會比較有咬口 但如果想豆絲吃下去 軟身一點的話 就煮它30分鐘 再焗30分鐘 焗完之後 將它過冷河 然後瀝乾水 將粟粉放入大碗裡 慢慢加入椰漿 攪到見不到粉粒 煮滾625毫升的水 煮滾625毫升的水 水滾之後 調中火 放入花奶和糖 煮到糖溶就可以關火了 拿另外一個鍋 倒入之前用椰漿開的粉漿 開小火 一邊煮一邊慢慢加入 花奶和糖水 要不停攪拌 直到沒有粉粒 放入餅 煮成小火 煮就可以了 煮到糖尿 煮成小火 稍微攪拌 煮成小火 拉開小火 些蒜 包裹蟹 包裹蟹 當見到膏漿開始滾了 再繼續煮它兩分鐘 然後關火 加入馬豆 拌勻 倒些冰水入膏盘 过一会儿把水倒出来 不需要抹干膏盘 然后把煮好的膏浆倒入膏盘里面 用力炖一下 再用刮刀掃平膏面 放入冰箱冰水六个小时 之后就可以切件享用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就记得给个like 和订阅我的频道 你也可以按旁边的小铃铛 就会收到我的最新影片通知 如果有问题想问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回覆你们 下次再见 拜拜